嗯香哦 朋友们大家好 好久没吃焦板薯油果了 有点嘴馋了 今天给大家做这道客家美食 要做的好吃 需要一点小技巧咯 看完视频就知道哈 首先把这个焦板薯干一下皮 用这个刷子 刷刷的刷子很好干皮 这样就可以了 焦板薯的皮干好了 这个葱切葱花 尽量切细一点 放点适量的面粉 加点清水 先拌一点面糊 边放水边搅拌 不要太细不要太浓 做薯油果一定不要 千万不要放那个冠面粉 放那个冠面粉 做出来的薯油果不好吃 很硬 搅拌一点 像这个鲜脏就差不多了 把这个干肋皮的焦板薯先刷好了 用这个刷子来刷 很好刷的呀 你看 很开的 焦板薯刷好了 调一下料 放一点点姜粉 放点盐 这个葱花冲下去 这个拌好的面糊一起烤进去 拌好的面糊一起烤进去 然后扎匀 扎匀了就要拍打 不要偷懒了 要拍打十分钟 做出来的这个薯油果都很好吃 要拍打 为啥四分钟 打得要紧的 要好吃 就这样拍打 锅里放油 这个油温 油流不起成热的时候 把这个 加拌熟 水流放下去 好香哦 差不多 扔上来了 可以了 扎匀这个很近的声音 没有声音了 可以了 扎匀这个颜色 金广色了 就可以了 可以了 捞起来了 哇 好香啊 闻得到很香的香味 把它先尝尝 好脏 太好吃了 吃起来外面酥脆 里面嫩把 吃得到浓浓的葱香味 吃菜是太香了 太好吃了 朋友们 喜欢请感触鸡胃一年 身边点赞 分享哦 谢谢你的支持 鼓励 朋友们 下期见